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我们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而哲学家斯宾诺莎对这两个问题就有过持续而深入的思考 今天我们开始介绍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 我们现在概括的介绍他思想的三个要点 本体论、认识论、还有伦理学 其中对自由和幸福的思考在第三点 首先我们来介绍斯宾诺莎的本体论思想 在本体论的思想上,斯宾诺莎提出了著名的神级自然的思想 在斯宾诺莎这里,实体、神还有自然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斯宾诺莎也提出了实体及自因的思想 实体的本质包括存在,实体是无限的,是唯一的,也是永恒的 但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自然和神的概念和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的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斯宾诺莎被逐出了犹太教 在我们看来神级自然和上帝创造的世界好像差不多 但是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两种主要的关于神的观点 自然神论和泛神论 自然神论认为神就是上帝 上帝创造了世界 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实体 而且上帝是高于世界万物的 这是大部分宗教的一个基本假设 而泛神论则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 而且还内化到了万物之中 换句话说,上帝不是高于万物的 而是在万物之中的 自然界里面所有的事物都是神的化身 这种泛神论的观点其实就是斯宾诺莎哲学的一个起点 这种观点貌似承认了上帝创造了世界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其实把上帝和自然万物等同起来了 上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的存在 这其实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 所以其实他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宗教 对于上帝完美且高于一切的假设 而且斯宾诺莎说的自然 其实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作为原因的自然 一种是作为结果的自然 比如花草树木山川河流 就是一种结果的自然 它们是被动的 是没有意识的 而还有一种自然 是产生自然的自然 或者说创造自然的自然 是自然的原因 或者说规律 这个自然是一个实体的概念 我们要从整体上去理解 是所有部分相加之后的整体的自然 而这个自然 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神 为什么斯宾诺莎 神级自然的思想具有开创性呢 除了对上帝的权威 以及宗教上帝的否定之外 斯宾诺莎还开创了一种一元论的思想 斯宾诺莎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 三大哲学家之一 在他之前 迪卡尔提出了著名的心物二元论 在迪卡尔看来 具有思想的精神 和具有广言的物体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精神实体的本质是思维 而物质实体的本质是广言 也就是占据物理空间 精神和物质实体各自的属性 都在各自的实体里面 两者是毫不相关的 互不干扰的 这是迪卡尔的心物二元论 或者说身心二元论 但是在斯宾诺莎这里 这两者其实是结合起来的 思想和物质都统一到了 神或者自然这个实体上来 合而为一 所以斯宾诺莎其实是著名的 一元论者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 斯宾诺莎的认识论思想 他提出了著名的真观念 斯宾诺莎把知识分为四种 由传闻和符号所获得的知识 经验的知识 理性的知识 以及直观的知识 传闻的知识 经验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 比如你见过无数的白天鹅 也不能证明天鹅是白色的 经验主义常用的方法 就是归纳法 而归纳法得出的知识 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而第三种理性的知识 是从直观自主中 所推导出来的 是确定可靠的 但是斯宾诺莎认为 真正的知识 是来自于第四种直观的知识 它是一种先天的知识 不需要经验和理性 推导就可以获得 是最可靠 也是最本质的 它称为真观念 它才是一切真理的来源 也是真正思想的出发点 就像在数学和几何体系里面 有少数几个公理 通过演绎推理 然后构建出整个数学知识大厦一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思想 核心的关键词是自由和幸福 它将最高的幸福 作为哲学的目的 斯宾诺莎认为 人最高的幸福 是精神的幸福 或者说精神自由 也就是把握自然的生活 斯宾诺莎的自由观是 自由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 这里的自然包括自己和自然 他认为对自然的认识 不仅是外在的自然界的知识 而是对人自然本性的把握 他认为把握人的自然本性 是自由的前提 斯宾诺莎的自由观 其实带有一种决定论的思想 他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自然界中包括人在内 一切的事物都是遵循因果联系的 没有任何偶然性的东西 一切都是必然的 而我们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 的把握就可以获得自由和幸福 所以斯宾诺莎认为 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跟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性 有直接的关系 要用理性去克服情感 用理性去管辖情感 在斯宾诺莎看来 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 在物质世界里面 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必然性 人虽然能够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 但是永远无法获得完整的 绝对的自由 所以斯宾诺莎认为 一个人只要与上帝达成了一致 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 就能够获得相对的自由 也因此摆脱了恐惧 斯宾诺莎的思想和古希腊 斯多哥学派的思想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斯多哥学派的哲学家 艾比克戴德就曾经说 他说接受无法掌控的 掌控可以掌控的 这是一种人生智慧 所以在斯宾诺莎看来 真正幸福的人 是理解了人和自然这层关系 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本质 才可以超脱自然 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通过对自然的认识 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进而理解人的本性和情感 获得最终的幸福 达到自善的状态 斯宾诺莎也将追求最高的幸福 设为哲学的目的 而且这个幸福不是世俗的幸福 不是感官的享受和财富的满足 而是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幸福 和心灵的快乐 斯宾诺莎一生都非常的艰辛 靠给别人打磨眼睛片为生 但是在她看来 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像权贵低头 并乐在其中 她也因此被誉为是哲学界的 道德楷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点赞收藏和关注 我们下期内容见